车道上分别有路名及行驶方向 这里是基隆市公车恶性循环战前的仁二路 由于2020年交通事故统计中 许多左转爱一路与执行中一路的车辆发生碰撞意外 为了降低事故发生率 基隆市政府特别对仁二路进行车道调整及增设炒化线 希望有效引导车辆分流避免碰撞意外发生 一直在检讨说怎么样来降低 它可能的这些事故风险 其中一个方式就是提早让车道来进行分流 也就是各行骑道 在这个路段因为它的路幅很宽 长达宽度高达所谓的六车道以上 旁边又是公车的循环的站 所以公车进出密度也蛮高的 所以在建议处理的手段上 就是说在进到仁二爱一路口之前 先将车流先做一些分流 所以我们在近期也完成了 一方面增加一个潮化的措施 然后把仁二路以及续行中一路的执行车流 还有转向爱二路以及爱一路的车流 然后希望提早来做一个分流的状况 不过根据现场观察在实施提早分流措施后 包括爱三路左转仁二路 以及从中正路一路右转仁二路的车辆 不论要执行中一路还是左转爱一路 都需要预先进入车道 因此还是有车辆切西瓜横跨车道的情况发生 对此交往处方面表示会在持续观察 未来会是状况滚动式进行调整 目前的话大概因为这个车道的预先调整 也就是说它必须预先进到 它所需要转向的一个车道 那还是会有这些部分的交织的行为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减少它这个交织路段 也就减少交织的一个风险 然后看它的一个成效如何以后 我们来续行检讨可以调整的一个方式 而为了防治爱一路的车辆 直接在中正高架桥下违规回转造成事故 警察局方面也从6月底开始 在仁爱路爱一路进行交通大执法 采取科技露营举发 呼吁驾驶人依现场标线与耗置行驶 避免荷包失血又危险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访问 橡进行画